好 我想說阿基斯自己教阿基斯自己示範 來看一下阿基斯怎麼做這兩道菜 阿基斯現在示範這兩道菜呢 我們把一些原理跟他分享 然後為什麼他能夠達到更好吃的境界 阿基斯盡量提醒大家 好 現在這個動作 像這個動作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豆豉為什麼 那我現在這個豆豉呢 在鍋底裡頭用少量的麻油 稍微把它炒香一下 因為油的加熱以後 穿透性比較強烈 那麼不要單一直接炒豆豉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水 是喔 把它煮通 煮開 我們就可以利用空檔 把這些配料給做好 蔥白 蔥綠要分開用是不是 是 它綠色切得好細 對啊 而且好快 你 那是最後下 剛才那個蔥 蔥花兒是給誰的 炒 炒蝦仁蛋啊 煮好了 豆豉湯 我怎麼覺得阿基斯的一分鐘 跟我的一分鐘不太一樣 阿基斯整個人的人生都跟你不一樣 那也是 這是嚴肅的畫質 對啊 這個 無庸置疑的 阿基斯 你剛剛在水裡面加鹽巴是不是 鹽巴還有一點點的米酒 鹽巴的目的是什麼 它腸子裡面夾成 夾成這裡頭的味道呢 稍叉啦 那你放一點點的鹽在裡頭的話 滲透性的讓它這裡邊會 含一點點的鹹水跟酒的味道 它認識它的食材 嗯 真的 好 你為什麼要喝 因為它可以給就好了 誠哥了解這個 誠哥也很了解 我剛剛有這樣切 你有看到嗎 帥哥帥哥切他不一樣 盲潤之餘還看得你 可是哥哥這個我就是這樣切 哇 好快 因為蝦子要夠新鮮 你扒它一半的衣服 下面用拉就出來 它不需要蝦殼 它是不要蝦殼 沒有 因為我們這裡面重點 就蝦仁炒蛋嘛 您不必要說 還要刻意地煎熬湯不用 我會怕拿刀子 沒有 其實直接剝飯了 它剝飯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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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會好幾隻 是 新鮮 加點鹽 哇 鹽巴 你要先擺 而且要先調味 但我們後面 上起鍋都忘了加 這個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 忘了加多少東西 你的鹽加不夠棒 你不用夾它了 怪你 還是要先處理哪一道菜 肥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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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肥腸白 蒜白跟蔥白 肥腸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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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肥腸的וך 我比較燙 幫我加一點 這樣好了嗎 對 這樣我忘了加好一點 起鍋前加一點香油 一點米酒 一點米酒 沒有加嗎 沒有米酒沒有加 還是從這裡沒夾到 超快 甜喔 謝謝 認為蝦仁炒蛋 怎麼樣炒比較好吃 開始油 我們就不用沙湯 吃光下我們要怎麼做 對啊 沒有下飯 豆豆要先炒 這是沒有抓煙 直接炒 對 要直接炒 真的沒有一定 這是什麼 高湯 高湯 跟我們步驟不一樣 這是蒜苗嗎 蒜苗跟蔥尾巴 有啦 我們沒有加了 蛋沒有吸油 沒有 我們太後面加了 蛋沒有吸油 所以我們蛋沒有那麼吸油 可是你們不知道這個 蛋要有油 沒有油封不起來 對 而且你雖然這樣子把它簡化的步驟 可是不見得簡單 一般人不見得簡單 所以要看我們的節目 對嗎 看了就會明白 對啊 有沒有 有 怕孫大家有出場玩嗎 有 有 你們怕孫有遊樂嗎 有 不是 沒有 沒有 水嫩了 好嫩的蛋 水嫩了 蝦仁炒蛋 好香 蔥爆肥湯都完成了 完成